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就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 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 我必不宽容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 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扶住真理 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强 我们也欢喜 并且我们所求的 就是你们做完全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把这话写给你们 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 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 严厉地待你们 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 并不是为败坏人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和意 要彼此和睦 如此仁爱和平的神 必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弟兄们 我们来读第一第二节 这是我第三次 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人的口 做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 我从前说过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又说 正如我第二次 见你们的时候 所说的一样 就是那犯了罪 和其余的人说 我若再来 必不宽容 进入十三章 弟兄姊妹 我们发现 保罗有一个父母的关怀 转变为很严厉的法官 事实上早在一章二十三节那里 保罗就说过 他延迟去到哥林多的原因 就是为了宽容他们 这样看保罗已经 一连两次警告过他们了 第一次警告是保罗在第二次探访时 第二次警告是在这一次的书信当中 保罗对那些犯了罪和起义的人说 如果他们仍然不肯悔改的话 这些人犯的罪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都有提到的 包括淫乱 结党纷争 骄傲次大 受假使徒的影响 而且还拒绝保罗的权柄 保罗向他们保证说 当他第三次探访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一定会拿起神的权柄 照着众人所控诉的罪行 定罪他们 刑罚他们 绝不再宽容了 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第一次来 是为了救赎我们 是我们白白的恩典 但是当他第二次来 就要施行审判和奖赏了 同样的 保罗千辛万苦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为教会摆上一切 付上代价 如今 他们若仍然继续犯罪 而不听劝告 不肯悔改 保罗说他再来时 绝不宽容 问题是眼前的 哥林多教会 根本就不把 保罗放在眼里 也不把他当作使徒来看 保罗真的有权柄 可以刑罚他们吗 或者说 保罗怎么证明自己的话 是出于基督的呢 第三节第四节 保罗说 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 不是软弱的 在你们里面 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 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因神的大能 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这样 同他软弱 但因神像 你们所显得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保罗解释说 到那时候 基督必彰显 他复活的能力 让保罗有权柄 有能力 来刑罚他们 保罗指出 基督选择顺服神 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死了 按人来看 基督是多么的软弱 但他的软弱却让神 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 叫基督从十里复活了 保罗说 面对教会各样的问题 其实他也很软弱 但是他跟基督是连结的 他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 如今保罗只是凭着 无愧的良心说话 就是为了建造他们 希望他们真心悔改 保罗心里仍然存着盼望 同时保罗也表达了 甘愿为他们牺牲 放下使徒的身段 看似软弱 但神必用复活的大能 来帮助他 利用准备 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牧养主群羊的人 我们都要效法保罗的榜样 为了群羊的成长茁壮 我们愿意放下身段 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好让主基督的复活大能 能够临到众人的身上 好让人能够来归向神 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在家庭当中 为了家人归主 为了全家服侍 也要放下自己的身段 甘愿为家人的好处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 我们来读第五节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气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 一再地考验保罗 质疑他使徒的身份 现在保罗请他们自己省察 保罗的意思是说 不要老挑我毛病 现在要查验你们自己 保罗提出一个很关键的挑战 要他们查验自己的生命 看看自己有没有真正的信心 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恳求圣灵 帮助我们来省察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省察 我们要在祷告当中 常常恳求主 来帮助我们省察 正如大卫在神面前祷告说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弟兄姊妹 我们每天也要省察自己 每天的省察也要包括 这些做属灵的事情 因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 说他们在圣殿祷告 应当是最属灵的时候 可是却是最远离神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就连我们的祷告 读经传福音 我们要恳求神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一颗善良存全的心 还有弟兄姊妹 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呢 保罗说你们对神有没有信心呢 你们的信心尽得起考验吗 很有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主耶稣有没有在你们心里 弟兄姊妹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知道 自己有没有永生 也要确定自己有永生 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所说的 每一个信奉神儿子知名的人 都要知道自己有永生 都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 可见保罗心里的深处 最关心的是 不是要想要证明自己 真正使徒的身份 而是期待 他们都有重生得救的生命 他们都可以过一个行公义 好而怜悯的生活 其实保罗并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而是在乎哥林多教会 他们是不是能够行得正 做得到 所以第六节 保罗说真正属神的人 是经得起考验的 真正属神的人 是不会被神弃绝的 同样的 你们也要经得起考验 接着保罗还答应他们 要为他们祷告 保罗要恳求神 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行政 行事端正 不做坏事 做完全人 那么在第十节 保罗再次表达 他行事为人的动机 保罗说 他是为了造就人 不是为了败坏人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有些人看事情 总是看坏的一面 当保罗不断地给他们机会 悔改的时候 他们却反过来 一再地批评保罗 那些假使徒 真是这样的人 那些人把保罗的用心 都丑化了 如果保罗用词婉转 他们说 他是软弱的 如果保罗用词严厉 他们指责 他是很苛刻的 保罗来访 他们埋怨 保罗不来 他们也有话说 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看到 保罗一心就是 想要造就他们 弟兄姐妹 今天神若给我们 属灵权柄 给我们属灵的人力 也是为了要造就人 不是要去败坏人 让我们能够 效法保罗 在爱中责备的榜样 现在就让我们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谢谢你赐给保罗 一颗永不放弃的信心 尽管弟兄姐妹不爱他 不听他 他还仍然爱着他们 仍然苦口婆心的 劝告他们 祝福他们 恳求神也是给我们 保罗这样的心智 没有苦毒 没有叹息 只有祝福和盼望 这时候无论环境 多么的糟糕 也恳求主帮助我们 查验自己生命的光景 能够一生走在 神里的道路上 求主怜悯 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没什么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祝福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